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最后是苏玛燕达桶印 国河叫做金,就是金条 所以公完265年,西金,苏玛燕顶都落雄 它顶都在洛阳 公完291年,北欧纪乱16年 因为大家拿到正款后 大家在本土地、本财、本财、本款里 本料未必 所以就发生百欧纪乱 这一轮就乱16年了 到后,公完310年 西金就没梦了 不是什么?因为五欧乱华 所以五欧乱华进来 就我们中文人,台的台,共甘的共甘 所以中文人就走 走到那儿,就走来南风 公完387年,当今定度健康 那时候的国王,从北风落雄,走来南风 就是健康,来这里定度发生 所以中文人是脚底抹油 为什么脚底抹油,走得更快 这叫做酸 酸就是鸟气,叫走到冻蟹里面 所以这个蟹里面的鸟气 鸟气走到冻蟹,叫酸气 所以我们说,跑跑跑,向前跑 跑到千里之外 跑到哪里?跑到长江以南 我们的祖先跑到哪里?跑到冻蓝来 所以伊冠南都八成立面 这是真的假的 我们来看,到底是真的假的 是全东西内地拿去伊冠南都 这时里,有三消息 全东西是,就是那时期的 当地的 当地有遮到伊冠南都 这有三消息 为什么伊冠南都八成立面是假的? 这是有记载的文献 这络不是没有记载 其中有一首诗 英家鸾 义官南渡 流勒南转 作义色影 你看 他这首诗的名字这么重 英家鸾就是 五鹅鸾华 义官南渡是什么意思 义就是三的意思 义三义三 义就是三 官就是帽子 有穿衣服 有戴帽子的人 这些人南渡 南渡长江 这些是文明人 有文化的人 因为南方有很多人是没穿衣服 还有文身裸体 所以他们南渡是义官南渡 但是因为北风渐暖 所以流勒南转 所以他这些修诗 在回忆 以前 北风渐是要用义的 所以后面有一个义 义士的义 英家鸾就是五鹅鸾华 这个大家要知道 北省立面 记载于南宋浩宗时期的三三字 在第十冠到第二十六冠里面 有八省立面的记载 这个八省立面第十冠 他说 英家鸾华 义官南渡时 如并质 八族 如就是狗 到达 闵 就是福建的 有八大族 什么叫八大族 就是八大姓氏 因为一个姓氏代表一个族群 这个家族 那第十冠二十六呢 你给你看 南渡时 来到福建的 有八大族 所以福建 在公团三百多年的时候 就有这八大族 进来 敏南 这八大族 进来 敏南 其他生有来 也是有 但是慢慢地牵下来 这八大族 里面 林和丹 来最多 所以福建 经过一千七百年 丹林 半天下 为什么丹林 半天下 因为来的人 最多 所以经过一千七百年 也是最多的人 所以你看 福建来台湾开困 台湾也是 丹林 最多 这代表什么 代表 历数是真的 那不是假的 卫丹林 有学者说 义冠南 是 没有 没有 吃 卫丹林 会这样 说 因为 这些人 他看 的文献是 看什么 看台湾的文献 台湾的文献 没 详 他说 台湾的文献 是假的 所以 当然 也是 没吃 但是 做一个学者 不可以 看 事情 终于是 不可以 学者 没有做功课吗 还是 别有 基心 我看 是 别有 基心 林 曾宜 博士 他有 下一本 词 叫做 为阵南北条 只 酒色 再起 为阵南北条 他里面有 得临 七片 这本词里面有 什么 他写到 北来的 林皇 城镇 詹丘 河湖 八大姓 则 流域 闽地 一带 流域的意思 就是流落到 福建 这个地方 跑到 这个地方 来住 为什么 要跑到这个地方 因为这里 离北方 很远 而且 北方 西方 南方 都是山 山面是山 只有东边靠海 这里很安全 所以 学者 在说的 真的是 白白 没 年到 黑 白白 没 年到 黑 我们对 他说 我们不对 另外 有人说 民兰人 拿钱 请人 生 组 组 觉得你 生组 是很多 都是有特色的人 自己去经理的 你吃饭 生意 就吃不饭 又拿钱去 带人 生组 所以 我说 这些人 都 电斗 死灰 虽然 组 不是专年 属性 但是 也是有 科信 多 什么 不是专年 属性 我说 我说 这些 给你看 你就知道 什么 不是 属性 比如说 最早的 祖先 大家都 说 皇帝 这就是 一个 错误 有 刚才的人 他的祖先 都叫做皇帝 哪有可能 那炎皇子孙 炎帝旁边的人都不是人吗 皇帝旁边没其他人吗 当然也有 所以特别想也知道 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是皇帝 那是家 皇帝是上生的 就头偷博出来的吗 像西游记那些狗子同样吗 绝对不是的 所以 逐步里面这样写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策误 除了这个问题以外 其他并没有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 我们爸爸是谁 我们儿子是谁 我们爸爸的爸爸是谁 这都是真的啊 绝破是这样 我们再来看唐浩 有人说唐浩 都是 撞傲的 为什么说撞傲的 说的人 他没听是 他是我们住民 所以这个唐浩 对他来说 都是没有认合意义 这也有可能啊 对吧 所以英传统 有世丹 世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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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世是英传统啊 所以我们看到英传统一般都说世丹 其实也有世丹 世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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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英传啊 而是永春啊 英春啊 为什么 因为昨天为福建英春来台湾 我们家是兼龙的时尊 乾隆皇帝的时尊 为英春来台湾开困 带两个孩子来开困 这样 你知道吗 福建有发现一些当真的梦 证明汉林南千是属性 但是很多人 把这些属性 如果动作没看 为什么 因为 没看 才有发动证明 我们是台湾人 但是 我们昨天是为了来 虽然我们现在的故乡在台湾 你就说我们是台湾人就好了 我也相信我是台湾人 但是我的昨天是为福建来的 你不能欲白说的 不是这样吗 所以福建有发现一些当真的梦 证明汉林南千是属性 因为 古早人时代很厉害 梦都有梦白 所以我们不太知道 他是为了来 对吗 所以汉林南千是属性 专业有六阳定 有六阳求 这代表什么 代表专业的人 有很多人是为了六阳来 为了六阳来 所以我们台湾在那里看 有很多地名都是为台湾人 爱台湾人都是为大陆那个所在来的 所以就特国乡的名字 再来台湾了 这不是很普遍吗 所以我们岛是在英村 田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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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在中华 问到这村也叫做田阳村了 就是为英村来到田阳 在台湾 田阳我有看到 台湾有一个 这个 分林有一个 还有病棚有一个 有四个地方 有参与这个田阳 放养的孩子要打屁股 都会不会说 自己不知道就说 别人说不对 自己没看到文献就说 但博士会不会说 自己没有切音 整天会不会说 说我无法代理善理 这是在这儿好笑的事情 但是 会看他的压平 也是压到那么多人 这就是个来生法则 他还没介绍 希望你的教育 多谢收看 谢谢 多谢 六甲 安自生 生梦妮